大家好,我是Vinning爸爸 有沒有發覺小朋友有些行為 有些事我們希望很想去改善 又或者見到他有些能力上的東西 我們可以幫一下他 但當我們做這些所有的教養、幫助、訓練之前 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 我們自己做父母都很需要訓練呢 接下來我會帶大家去介紹一個program 這個program就是結合了我們 如何去了解我們的小朋友 同時間家長可以透過了解小朋友 也檢視自己一個成長方法 這個就叫做疲民教養一站式線上的家長課程 一切就由家長覺醒開始 原來家長是要覺醒成為一個更加好的父母 更加動得接納的父母 才能夠將無條件的愛傳達給我們的小朋友 我們對他的期望、對你要求 在他們眼中不會再成為的一些條件 交換的一些準則 所以家長我們是不是要切身處地 去想一想我們自己是不是都應該有改善的地方 並不是因為他要追求一個更加卓越的小朋友呢 不如我們就由了解小朋友的需要開始 你念不念你的小朋友呢 你可能很了解 但是有沒有想過其實他真正正的性格是怎樣呢 他的能力又是怎樣呢 他的學習風格又是怎樣呢 當我們很了解我們的小朋友的時候 我望都會有一些盲點在裡面 我們怎樣衝破這些盲點 更甚至是我們身份我們的父母 我們遺傳了甚麼給我們的小朋友呢 原來所有東西都藏在我們的手指毛裏面 手指毛就是我們說的皮紋 其實是會有很多我們個人的性格 或者一些能力是藏在裡面的 我們透過去檢測皮紋 我們可以去更加了解一個小朋友 究竟他內在 他天生的性格和潛能在哪裡 而這是一個科學來的 一個統計的科學 將數據去歸納出不同的文型 或者不同的圈數 我們會有一些不同的性格能力值走出來 當然我們不是要把小朋友去分高中低級 只不過我們透過這個了解一個客觀的分析 可以幫助家長去了解到小朋友 究竟他們在面對的是甚麼問題 他深入在心裏面那一層究竟是甚麼 要了解小朋友的話 我們就要用一些平時小朋友不知道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一個很好的 大家推薦的方法 要記住 皮紋檢測並不是要知道小朋友有多厲害 相反我們應該要知道小朋友深入了多少東西在裡面 我們與家長用甚麼方法去透徹了解這個小朋友的心裏面的感受 透過知道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想想怎樣幫他 當然要幫他的話 我們心裏面都要有一些底 有一些力量去幫自己 這個力量就是來自我們一些學習的過程 父母都要學習的 所以我覺得就這樣說一個平民報告 幫你分析了小朋友是怎樣研究的 家長亦都需要學習的 所以我設計了四堂家長課 這四堂家長成長課就會放在網上 當大家完成報告之後 就可以自己進去 去瀏覽去看看這四個成長課 在說甚麼 怎樣可以支援家長 這四個成長課就包括了 小朋友成長的不同階段的心理需要 我們要很貫徹去知道 小朋友究竟在不同的階段 他的心理需求是甚麼 如果滿足到的他會做到甚麼 如果滿足不到的他又會變成怎樣 當家長知道這個環節的時候 就可以很清楚知道他已經用甚麼方式 去供給我們的小朋友是最適合的 而第二個課題就是關於關係 我和小朋友的關係很好的 這個是你想的 可能未必真的 怎樣才可以測試到自己和小朋友的關係做到最好 而我們之間的關係又如何建立 原來都有很多學問在裏面 所以第二課的成長課 就是要告訴家長 究竟關係有多重要 以及如何建立一個真正的親密關係 當我們擁有親密關係之後 下一步就很自然希望和小朋友立界線 這個立界線 可以令到我們和小朋友 有一條很清楚的界限 知道有甚麼是做得 有甚麼是不做得 我們怎樣尊重這條界線 大家長 你的界線立對未呢? 所以第三個成長課 我們就是講一下 如何立一條正確的界線 而到最後 就是我們角色問題 一個家庭有父母 有父母 兩個角色原來是不同的 爸爸是不能夠取代媽媽 相反媽媽也不能取代我們 究竟我們應該不同的角色做甚麼 而我們每個角色本身的天賦又是怎樣的呢? 所以第四課的成長課 就是講爸爸媽媽究竟有甚麼不同 希望透過這四個成長課 可以豐富到家庭的需要 還有大家都可以知道 怎樣可以做一個更好的爸爸媽媽 總括來說 其實教養我們希望是透過了解小朋友的需要 了解了他的性格 他的能力之後 因材施教 亦是避免了一些性格上的衝突 這樣的磨合 而家長亦是很需要覺醒的 希望我們能夠知道 自己究竟不足的地方在哪裏 我們可以用甚麼方法 去一個比較好的教養呢? 踏出快樂教養第一步 就是這麼簡單 探索這個QR Code 和我聯絡 我們一起幫幫孩子幫幫家長 感谢观看